在某种程度上 防空飞弹和空对空飞弹 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 简单来说 二者都是需要将飞机击落 无非就是一个发射地在空中 而另外一个需要在地面发射而已 4月15日媒体报道 台陆军当天上午 在屏东九棚基地的 年度飞弹精准射击设计训练中 首次进行台湾自制野战防空系统 陆坚2的射击演练 发射的四枚实弹 全部命中10公里外的把机 那么这个陆坚2到底是什么来头 它的真实作战效能又有几何 火力军今天就来带各位 详细解析这一台陆军最新防空力气 从陆坚2这个名字就不难看出 这种飞弹和金国号上搭载的 台湾自研中程空对空飞弹 天线2一定有所关联 这种猜测实际上不无道理 陆坚2系统的防空飞弹 实际上就是天线2空对空飞弹的 落地产物 天线2这种飞弹各位肯定不陌生 那就是最先美军AMRAM 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竞标中 参与竞标的摩托罗拉公司方案 后来竞标失败之后被台湾购回 由于在开发中 台军使用的最多是美制AM7 麻雀空空飞弹 所以新的中程空空飞弹 虽然有了摩托罗拉的引导模块 及中途惯性制导 加末端主动雷达制导的方式 但是由于没有新的气动外形参考 所以天线2的气动布局 以及外形设计 依然参考了美制AM7麻雀 这一点从FCK-1 巾国号的挂载方案 也能略亏一二 在之前设计中 FCK-1的飞弹挂载方案 是在机腹中间的各个纵列导轨上 各挂载一枚AM7麻雀 在该型战机的研发过程中 半主动雷达制导中巨弹 就已经落后于时代 在1994年的汉光11号军演中 由FCK-1携带天线2 击落把机的画面 也代表着 该型主动雷达制导中距离空空飞弹 已经可以投入实战了 其挂载方案 也是和之前AM7一致的 机腹纵列挂架挂两枚天线2 不严谨来说 天线2几乎就是一种 主动雷达制导的AM7麻雀 不过话虽如此 天线2还是要远远强于 老旧的麻雀飞弹 由FCK-1发射时 其最大速度为4马赫 最大射程为100公里 和早期的AM120不像上下 是台军手中的一柄 对空力气 既然空军有了自己的 主动雷达制导飞弹 那其他军种当然要分一杯羹 对于台湾来说 在防空网上一直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 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 都缺乏中近距离的野战防空 如果说陆军的爱国者 还能勉强兼顾一下 近距离防空的任务 那海军的康定舰 还只能使用牧师所敌 红外引导 由AM9响尾蛇改装而来的 AM7-2C海小胡树 防空能力 近乎等同于零 在空军的天剑2 试射完毕之后 陆军就想要这行 空空飞弹着陆 而海军则想要这行 飞弹下海 这也就由此衍生出了 天剑2的陆军和海军衍生型号 军舰上的海剑2 和陆地上的陆剑2 虽然这种空空飞弹 一旦衍生三军的做法 乍一看上去 是个不切实际的遭操作 但在国际军火市场和武器开发领域 却是一种脚踏实地的思路 空弹下海 由美国海军的ESSM先进海麻雀 还有使用AM9战斗部和引线的海拉姆 而空弹落地 就不得不提到最著名的 NAS AMS防空飞弹系统 即挪威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它就是使用美军的AM120 来做陆基野战防空的 这样做虽然方便 但也并非全无缺点 由于空空飞弹使用飞机携带 在其射击一个空中目标时 它并不需要爬升太多的路程 用简单的物理学来说 就是它不用消耗自身大部分的能量 来抵抗无处不在的低心引力 对于防空飞弹来说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一种飞弹同时在空中和陆地发射 攻击一个固定高度的目标 那么对于陆地发射的飞弹来说 它除了需要消耗燃料 来推动自己向前之外 还需要消耗相当一部分燃料 来使自己爬升 这也就是为什么 大部分中远程防空飞弹 它们的体积都非常大的原因 其实战斗部只占这些飞弹重量的 很小一部分 而其中大部分都是需要 推动飞弹飞行的燃料 在这里我们举个例子 以最先进中距离空空飞弹 著称的AM120D 其空对空最大射程 一般被推测为160到180公里 在这个射程之下 它的长度仅为12英尺 即3.65米 而作为陆基防空的爱国者PAC-3 在17英尺1英寸 即5.2米的长度下 它的对空中目标射程 仅有80公里 使用AM120增程亚星 即AMR AMER的NAS AMS 其飞弹有效射程 预估最多也就50公里 通过射程对比不难发现 从陆地发射空空导弹 会导致其射程急剧缩水 折损几乎一半的覆盖范围 而考虑到实际的 飞弹能量储存能力 以及需要对付战斗机这种试图 依靠大机动过载规避的目标 实际上 从陆地发射空空导弹 其射程包线 最多也就只有从空中发射的 三分之一左右 不过从陆地发射空空飞弹 并非全无好处 由于空空飞弹设计时 相对于防空飞弹来说 重量轻 体积小 所以它的过载能力也更加优秀 虽然射程包线 对比起从空中发射做短了 但是在近距离还是一样致命 对于NAS AMS这种系统来说 额外的好处则更多 通用现役空空飞弹 可以省下一大笔弹药费 也免去了销毁旧式空空飞弹的金钱 在使用AMU20 这种有末端主动雷达制导的飞弹时 整套系统还具有多目标交战能力 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射后不离能力 总之 将主动雷达中矩弹 作为中进程防空飞弹使用 是基本上可行的 也不会出大岔子的 陆舰2防空飞弹系统 是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野战防空系统 其有效射程约为15公里 基本已经覆盖了旧式的小胡数和复仇者等 红外制导的野战防空系统 对于性能和小胡数类似 使用天舰1红外制导 空对空飞弹的捷顶防空飞弹系统 陆舰2也基本上可以完美的进行替代 虽然现在的陆舰2的编制 基本上是由一台CSMPQ-951 相控制雷达车 一台CSMS-951接战管制车 以及四到五台可以携带 四枚飞弹的飞弹发射车组成 这乍一看是爱国者一类的 纯防空飞弹战斗编制 但在一开始 陆舰2飞弹是作为一个全新的 中短程防空系统使用的 这个系统中会包含 野战防空相控制雷达 陆舰2飞弹和自制40快炮 等一系列自制防空武器和防空系统 这时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当时的防空飞弹指挥部 尚且因归属问题 在空军和陆军之间撤皮 其次就是陆军要买黑鹰和阿帕奇 挤占经费 所以陆军的中短程防空飞弹 不得不一直使用 发射天舰的捷定系统 这就造成了相当程度上的短板 当然一份钱需要掰成好几份花 这也是台湾军购从事至终的窘境 从陆舰2出头 也还要等到MIM-23英式防空飞弹退役 台湾陆军终于察觉 自己空有容易被干扰 射程相当短的红外引导防空飞弹 而没有一种中短程的 雷达制导防空飞弹的尴尬 所以才终于在2020年 决定采购陆箭2 但这一来二去之下 原先完整的中短程防空系统 最终也只剩下了 相控制雷达和陆箭2发射系统而已 虽然扯皮中闹出了许多笑话 但是陆箭2系统的先进无需多言 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使用陆箭相控阵单元的 中短程防空飞弹系统 在陆箭2系统中的 4S MPQ-951雷达车 其核心是 4S MPQ-90风眼相控阵雷达 这是由中山科学研究院 研发的短程相控阵雷达 其取名为 点防御相控阵雷达系统 是台湾首款 自行研制的相控阵雷达系统 和其代号风眼一样 雷达可以和风靡的副眼一样 侦测到多个方向 不同高度来袭的目标 各同时追踪64个目标 并同时指挥 9组以上的防空火力单元 进行接战 其性能和美制 AN MPQ-64少兵雷达 几乎相当 是最近几年 台湾少有的 精品自然武器设备 所以火力军认为 不管是从天剑2 优秀的性能 而是MPQ-90的 自产率上来说 陆箭2防空飞弹系统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同款AS AMS系统的 8成甚至9成的 作战效能 并且不只是雷达和弹的优秀 其搭载底盘也是下了一番功夫 所有的陆箭2防空系统的底盘 全部使用MAN的TGM 18.3204x4越野卡车底盘 进一步强化了这套 短程防空系统的越野能力 真正达到了 哪都能去 哪都能打 在陆箭2的发展方面 武器开发人员 还在对标NAS AMS使用的 AMA ARER 即增程陆基版本AM120 来设法弥补陆箭2 仅有15公里的设程短板 其实这个方法已经被海箭2实践 那就是在海军的海箭2上 开发人员使用一个加成版的弹体 通过硬堆燃料的方式 将海箭2的射程延伸到了30公里 并且这样的做法 并不会影响飞弹的灵活性 以及可靠性 海军驼江舰已经成功于2021年12月2日 试售了这种天箭2PLUS 证明这种思路是正确了 相信一些信员声称 基于海箭2的加成版弹体思路 一种射程更远 储能更高的增强型陆箭2飞弹 正在研制当中 增强型陆箭2的弹体将继续沿用天箭2 使用天箭2最大速度6马赫 最大射程100公里的增强型号 可以使得陆箭2的对空射程提升到30公里 和NAS AMS2的对空射程相当 进一步扩展对空防卫能力 基于4月15日 陆军在屏东九棚基地的年度飞弹精准射击设计训练 首次使用陆箭2 实弹四发全部击中10公里外把机的成绩来看 很显然 一面低空防御的铁盾 已经在陆军上空悄然形成 而我们也期待 第八军团第43炮兵指挥部 和第六军团第21炮兵指挥部 这两支装备了陆箭2飞弹的部队 可以再创佳击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发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